廣島跟長崎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去過可能沒有去過 但廣島長崎他們的居民是從廣島長崎院長下來之後住在那裡的居民 其實又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沒有辦法跟別人結婚 或者是別人在挑選配偶的時候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憂慮 對那或許其實有很多人會說那個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其實那個人類本身的憂慮其實是在的 而且其實他的就是變異率對 變異率其實也是在的 那所以現在福島就是發生一個像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是應該要多關心一下像這樣的事情 可能非常不需要在台灣發生 剛才聽那個年輕人講那些話不是非常珍惜 我是一個生意人然後離開台北 我是故意去大心去買 買房子 我也買了很多負責任的氣 然後我就住在農產核電廠這邊 就是要調查核能源救手的污染 我也買了很多的儀器去做調查 我的旁邊 我家住的旁邊就是一個國小 他們是一個小校也是一個小班的小班制的一個兒童很多 還不知道二十個人的六年級 去年應該畢業了 可是有兩個血癌死掉 我們那邊附近死掉的幾乎都是癌症死掉 剛才李二姐說的他們家那個土要去挖挖一個洞 事實上在核能源救手之前就發生過七次的情報 就是把大漢溪裡面的河床農田 他從來沒有去告知台灣的核電跟國外的核電最大的差別 這些核電幫這些人是完全沒有良知的 他在一個水源區裡面去做一個反應爐 造成的污染他是一百四十萬倍克 還放任很多人在那邊種田 結果我們去挖掘以後去把它暴露以後 他們去挖 挖了以後就把這些東西又帶回去可能研究所挖一個很深的一個槽 現在目前就存在那邊 當時在挖的時候在清點的是一個高中生 沒有任何的一個防護設施 就是在那邊清點一個大袋子一個大袋子就裝進去 在我們附近以前所有的井 他每固定一個時間就來抽水 後來就是被曝光以後 他那個化光計量器 統統都收回去了 到目前為止他們自己也承認 在大漢溪不可能清乾淨的 現在還有七八百倍克的都還在 還在種田種韭菜 這些東西 事實上這是邪惡的 我也建議 建議委員這邊 針對這些邪惡的事情 要去做清算 這些邪惡的造成多少死亡的 多少受傷的 一定要去做清算 這些人是沒有任何良知的 我是建議 立法 針對溯極既往 以往所造成包含清華 包含開電的任何的邪惡行為 一定要去做清算 太可惡了